四弟妹 你一共丢了多少钱啊 两百大羊啊 你看 七妹 你给了六妹多少钱 两百大羊 你看看 你看 这钱都对上啊 这白家师叔里一几辈子了 可这都不是正根啊 这白家现在也出小偷了 行了行了 四弟妹 四弟妹 保罗 你虽不是我亲生的 可是我对你比我的亲女儿都好 你从小到大 我没打过你 没骂过你 可是你竟然干出这种丑事来 要是让外人知道了 该怎么做人哪 我们白家的脸 也都让你丢尽了 你想想看 你四嫂 攒点钱都不容易 金智金蝉参加同学会 要做尽旗袍都舍不得 你能为刘苏想 就不能为金智金蝉想想了 就我们家金智金蝉借你身衣服 你还说借给他们就毁了啊 你把什么剧情的话都讲出来了 你手里抱着是什么东西啊 别禁止金蝉盖的衣服 你就觉得良心肠过不去了是吧 谁要你的破衣服 谁要你的破衣服 谢谢我破衣服 谁要啊 我不稀罕 不稀罕 就是你拿的 就是你啊 好多呀 就是你拿下的大将 谁知道 他们做出一个 谁稀罕 你的是稀罕 真是破衣服 你别想到我阿姨 你没陪他文字搞人了 你去你家的巨蝉 起点啊 这种百家也还有一点 你过来来 看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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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怎么了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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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怎么了大侠 你怎么占 三哥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宝珞偷了你们家的钱了 你看去看看去吧 什么钱 那钱是我拿的 不关七位的事 是 是你拿的啊 钱我拿去赌了 你 你是 我赌了 你们看这吃的穿的 衣裳学费都赢了 拿钱也不说你 你说你 我怎么赢了你们这群混蛋哪 你赢了吗 赢了吗 你赢了吗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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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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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妈 妈 妈 哎呀 行啦你 你好像对这里很熟悉的 我年轻的时候 在这里这么活面前 扛包 装船 什么都干过 就跟他们一样啊 想看看 不是 我能想得出来 六苏 我是范天河的私生子 父亲过世以后 整个家族都来争遗产 我沦落到香港 举目无情 身无纷稳 有的只是年轻和利器 只能咬着牙 到码头上来扛包套生活 像个故事一样 后来我认识了邱律师 他帮我打官司 我才去了英国找我的抽身证 官司大意了满 我才有今天 要不然 现在我可能还在这里扛包 扛一辈子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也是一生晚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可能一辈子都遇不上你 你这么说让我真受宠 不过 在你的传奇故事里 我可能一辈子都遇不上你 一朵小水花都不算了 我倒希望是这样 我说对了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把刚才的那一番 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话 对你说出来 我感激 我想要回报 你想要什么回报 和我说说你的故事 我没有什么故事 你过的是故事 我过的是日子 你一定有什么特别的 从哪儿看出来 从我第一次见到我 就感觉到了 一直到现在 我知道了 你以为你的故事 所以想丢别人的故事 所以想丢别人的故事 有所 你干嘛 一直在躲 我在躲什么 躲你自己心里的感觉 一直在躲 那你就让我躲一躲吧 不 我要把你拉出来 我要听你说 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说出来 也不一定吸引人 我有一点 什么 饿了 可不是吗 我们走吧 吃点东西去 快看 妈 好看吗 这两个孩子真是的 漂亮吗 还挺合身 别闹别闹 看着 看着 挺合适的 梁月 你赶快去给刘苏打个电话 告诉她保罗受伤了 真漂亮 真漂亮 六妹才去香港 现在告诉她 不是让她急着回来吗 她在香港又没有什么大事情 回不回来嘛 随她 电话还是要打的 梁月 妈让你打电话 你就赶紧去打 啰嗦什么呀 孙婶你快看 好看好看 好了好了 不要转 白小姐电话 哦 我来接 哎老徐 喂 梁月啊 刘苏出去了 大概晚上才回来 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转告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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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什么呢 这里面的景致 让我想起了马来的森林 让我看看 陪我去马来下吧 陪我去马来下吧 去那干嘛 回归自然呢 可是 只有一件 我根本无法想象 你穿着旗袍 在森林里跑的样 不过我也不能想象 你不穿旗袍的样子 又胡说了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不适合 穿那种时髦的长裙 也不适合穿西装 满洲的旗袍 倒很合适 但是 线条又太硬了 没有办法嘛 长得难看 穿什么都不对的 我的意思是 你不像这世界上的人 你有些小动作 有别样的气氛 一万个人当中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不一样 那你不如说我做做吧 就像现在一样 你拿调侃 再化解别人对你的赞美 你身上有沧桑 却又不愿让别人看到 你提防着 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 范蓝人 你这么近的和一位女士说话 未明也太不绅士了吧 你这么打扰一个男士 跟女人聊天就绅士了吗 这白小姐的下午和晚上 是我来安排的 你公平点好不好 白小姐 邱先生 我累了 先回房间休息一下 好 谢谢 休息一下下就好啊 你们聊什么呢 再聊马来的森林 马来的森林 马来森林 走吧 走 刘云啊 刘云啊 我还说和老徐去找你 这么巧你就回来了 对了 和刘苏玩得好吗 好得很 只是为老邱搅了 这个老邱啊 在关键时刻就会捣乱 你先别说这些了 我有重要的事了 刘苏家出事了 什么事 宝洛和家里闹气壮破了头 宝洛和刘苏是最亲近的 他要是知道这件事情肯定回去了 不告诉他又不合适 所以找你商量吗 这件事不能瞒他 还是跟他明说吧 看看白小姐是什么意思 那也好 好 徐太太 刚才有位姓刘的先生 要找130号房间的白小姐 哪里又来了一个刘先生啊 不就是传上那个中年男人吗 一直缠着白刘苏的 看来挺抢手的 如果白小姐想回去的话 让她回去吧 其实白小姐就是回去了 也帮不上什么忙 老徐 这样 你给上海分公司打个电话 如果白家一旦遇到了什么难处 我们全力帮忙 好 好 慢一点 你跟他说我去买票 六宿 你就不要那么急了 那么大的一个家庭住在一起 吵嘴总是免不了的 你看看我和老徐还吵嘴呢 保罗几日天下 不会有事的 徐太太谢谢你啊 我正一出来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不知道保罗伤得重不重 我来电话了 说是逢了几阵 看不见的 看看 我一出门 他们就这么欺负保罗 你看看 要怨就怨我了 把你带出来 徐太太那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出来是高兴的 真的高兴啊 刘苏啊 那你就别怪范柳元不来送你 他说 他可是最不愿意送人的了 也不愿意让人送 总觉着心里不舒服 我怎么会怪范先生呢 徐太太帮我谢谢范先生 这几天对我的照顾吧 好的 你看 本来 你们还可以 徐太太 也没有本来 听天由命吧 你 勇苏啊 勇苏啊 我跟你说啊 上海那边又打起来了 各位乘客 听上海方面来电 上海方面应战 轮船不能出港 本周轮船取消 国难如虚 请乘客诸天亮 这下 真是要听天由命了呀 怎么办啊 范先生 这是您的账单 请一切来自 对不起 先不接了 范先生 范先生啊 上海又打仗了 只能留这儿了 是啊 那白小姐怎么打算 我这次只能听天由命了 再没有比 听天由命 更加正确的人数哲学 徐太太 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要的 到房间去打吧 好吧 那我先上去了 好 我妹妹受伤了 我却不能回去照顾她 不知道保罗现在怎么伤心呢 我想她不至于比你现在的样子更伤心 你像是真看见她了一样 刘缩 其实我也很担心的 我让上海分公司的人去家里看过来 一切都解决了 医院把令妹照顾得也很好 你放心吧 那她现在伤势怎么样了呢 现在 现在 估计已经分过针了 没事了 那太好了 谢谢你啊 现在像你这么细心的身世 真的是很少了 处理这些事情 我是以你的名义去办的 谢谢 打电话去办 喂 哪位 六小姐 七小姐一直念叨六小姐呢 会不会留下什么伤疤啊 别说了 慢说是在头发里面 即使是在脸上 也不会留下伤疤呢 好的 我知道了 那保罗现在在哪里啊 回来了 德国大夫说 在家养着就行了 过几天就拆线了 阿花 去请七小姐接个电话 好的 七小姐 六小姐来电话了 七小姐 快接 姐 姐 保罗 保罗你好吗 那事情我都知道了 我买了船票 准备回去看你呢 可是上海那边打仗 我那艘船停了 等候 过两天 姐再买船票回去 姐 你千万别急着回来 听到吗 我挺好的 你在香港 多住些日子吧 我再给你写信 姐 你知道吗 是范先生 照德国大夫 给我做的手术 这个我知道了 姐 带我谢谢范先生 我会的 姐 你怎么样 我还好 你不用挂念我 我也不知道电话里 该怎么说 好 这样 我也给你写信好吗 好 你在那边好好的啊 保罗 你保重好自己 等我回来啊 好 姐 你也是 好 再见 再见 再来啊 кстати 再来吧 姐姐 我还不想找我 请你 sna 要去拿铊子 吃饭看看 好 Χ 请 电话打通了吧 打通了 保罗让我谢谢你 没关系 其实我是担心那里的医生 医术不够精良 才找了我熟悉的一位德国大夫 女孩子嘛 最担心的就是受伤留下伤疤 我可以确保这位德国大夫 她医术精良 这样 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可真体贴 樊先生 叫我柳缘吧 好的 谢谢你柳缘 雷苏 有些话 用得着 这要堵着门说吗 倘若来个人远远望着 好像我们在故意做给人家看的 做给人家看什么 表明我们没有那样的关系啊 其实就是做给人家看的 我们就是没有关系嘛 在香港你有没有熟人 你怎么知道我们有熟人 好 有个老邱 还有个什么 来看你的刘先生 知道得很清楚吗 算了不说这些了 算了不说这些了 我过来找你 除了想当面致谢 晚上想请你吃个饭 也算是谢谢 不胜荣心 董事长 刚刚来电话 有个会啊 需要你主持呢 你主持吧 董事长 有些事情需要你来定啊 人家柳原让你主持 你就主持呗 不是 你们俩接着忙 董事长 你听我说 快回来 不能这个样子 看到了吧 还是有人在看着 让他们看好了 不如 现在出去怎么样 好 你怎么一点也不会使眼色呀 人家那是刚好 瞎叫什么 这您他懂啊 我是在给他们加佐料嘛 什么佐料 我这么一说 不是显得他们更好吗 那你这两年 整天跟我训行假议的 那是佐料啊 我 老婆啊 我啊 我啊 这不是在唐老板高兴吗 啊 我真是不信 那天你怎么会看出 我会跳舞的 因为常去跳舞的人呢 就算坐在那里都动了 可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都会传递出来 所以那天 你谁都请 就是不请我 我有吗 忘了 当然有了 你很希望看我们白家人出丑吗 那你把我想歪了 其实我是 是什么 其实我在想 一旦要请到你 你就一定会跳啊 没想到您那么有心计啊 不然 我们怎么能接近呢 还因为这样 我把保禄给伤到了 你真让人生气 也可以生出些别的情怀吧 我真是想不明白 白汉林家女儿 怎么会出了一个 像你这样的 时尚舞者 原是出不来的 学跳舞也是没办法 你知道我是离过婚的 当时是为了和我前夫赌气才去学的 算了 不说这些了 你接着说 你前夫怎么对你 他死了 死了的人就不说是非了吧 他伤你心了 能伤我心的不是他 是谁 还没出现吧 还没出现吧 一个可以 让我托付终身的人 陆索 你约我出来 不是要请我吃饭吗 我有点饿了 我们俩都一样了 一到关键的地方 就会饿了 走吧 走吧 哪有些的地方 是呀 陆索 难不住 谢谢你 陆索 那帅的地方 你正在家里 如果你再家的话 你哪有一个人 你是否也是 那你是不是还要听家里的安排 古话是说 出嫁从亲 在家游生 我不会再听家里的了 柳元 有一句话 我很想问一问你 其实有些话 不说名言好 你知道的 我妹妹保洛一直都很喜欢你 她刚才在电话里谢你 我听得出来是由衷的 我就是想问你一声 你觉得我们保洛 有可能吗 你觉得这种时候 问这种话题合适吗 也许不合适吧 如果我问你 你觉得邱律师怎么样 她人很好 她在追你 承蒙厚爱 你觉得怎么样呢 男女之事嘛 不是她喜欢我 我就一定能喜欢她的 这道理你也明白 刘苏 话说到这儿 我就直说吧 请你来香港 我是真心的 我想到了 谢谢 不用谢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谢谢你 我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想弄清楚这是为什么 我是这么想 男女之事率行而为 人生在世 难得男女两情相悦 用不着 让一些 不相关的事情来折磨自己 人生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第一遇见 我 tradition 我麻烦了 客人 是arpt 对 还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怎么成呢 白小姐现在正是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对不对 我一定要去见她 我现在就去见她 秋 太太啊 你这是又何必啊 佐料啊 你这哪里是佐料啊 你这简直就是毒药啊 怎么到我这里就变成毒药了呀 你以为老秋是好惹的 看看吧 肯定会出事的 送花的来了 希望你的情绪能好起来 我的情绪 从来没有坏过呀 白小姐 真是太有缘分了 我知道你没走 特地赶过来的 谢谢 既然没走成 就索性在香港多玩几天吧 我听徐太太说令妹的伤无大碍了 你就可以放心了 我们去吃饭吧 我吃过饭了 秋先生 我有点累了 你看 要不咱们在花园里走走了 秋先生 我虽然人没有走 但心早回上海 范柳元这个人哪 可不敢跟他在一起呀 他这个人哪 最会伤人心喽 白小姐 有些话呢 我要跟你好好说说 请 你答应 你敢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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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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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却已回忆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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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没有钱 这日子又怎么过下去呢 我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把这个房子的底层 全部租出去 大伙儿呢 都搬到楼上去住 挤一挤 那 那还怎么住啊 就是啊 那可真成了 低头不见抬头见了 我算过了 够住的 三房 住到堆杂物的那间屋子里去 四房呢 住到堆书籍的那间屋子去 不用不高兴 虽然 挤了一点 但总比住到马路上去抢吧 百安 在 你去把楼下的柴房收拾干净了 用木板隔一隔 你们下人住 从今天开始 白家的生活 一律从简 妈 那 刘苏回来怎么办 刘苏回来就跟保罗一起住 他的那间房子空出来 我和惠珠去住 他这次去香港做什么 他可以回唐家啊 回了唐家 对我们白家也好一些 从比过去给人做情人强吧 你怎么这么说呢 本来就是呀 做了情人也没给家里带什么好处 你得的好处还少吗 我得什么了 他要回唐家 最起码 尽知金蝉 还能跟七妹住在一起 也不至于我们一家老小 挤在一间屋子里 女儿都这么大了 你也不想想 刘苏的事用不着你们多嘴 他要是不嫁人 做了人家的情人 我第一个不会答应 以后 你们不要再多嘴了 谁让你们的男人 不养家呢 我 妈 妈 喂 七妹下来了 来 坐啊 刚才啊 妈说了 咱们一楼要腾出来租掉 全家人都住到楼上去呢 爸路啊 以后我们一家子 可真是要 轻轻热热地过日子了 妈 您刚说的话 我在楼上都听见了 保罗按着坐就是了 今天 趁着人都在 我有件事情 想跟妈和哥嫂说说 替我说 我来自苏 军走 他就会谈得 我来自苏 来自苏 我来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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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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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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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